咱们在影视剧当中啊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说某人被判了五门问斩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他是皇宫的正门 位于紫武县的五位 所以叫做五门 皇帝怎么会在家门口杀人的 这也不吉利吧 所以其实啊 五门并不是斩首的地方 相反他尊贵着呢 五门前面的广场 面积达到了9900平方米 是文官武将领受皇恩的地方 明朝的时候 像历春端武重阳这样的节令 皇帝都会在这刺史百官 此外他还是皇帝颁布诏书 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儿 在遇到国家重大的战争 打军凯旋的时候 皇帝还会在五门 举行隆重的宪府礼 康熙雍正都曾经登领五门 来举行隆重的宪府礼仪式 这可是显示帝王威仪的好时机啊 五门上建有重楼 采用五脊四面坡的建筑样式 这在古代建筑体质上 是最高的等级 楼深连台通高38米 略地于太和殿 而更加奇特的是 它两边啊 各有一座突出的蹲台 成一个凹字形 这是古代宫门的双雀 五门中央有三个门洞 现在我们可以随意进出这几个门洞 但是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 出入五门的门洞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左侧的门洞由王宫宗室使用 右侧的大臣使用 中间的是皇帝老人家专用的玉露 铺着龙出地面的清白石 除了皇帝 有一个人一生之中 可以从这里进来一次 是谁呢 皇帝大婚的时候 皇后的喜鱼 从中间的门洞抬进皇宫 还有三个人 一生当中能够从中间的门洞出去一回 哪三个人呢 科举考试的前三名 状元 榜眼和探花 他们在接受皇帝的觐见之后 能够踏着中央玉露 走出紫禁城 这是皇帝给予的最高礼仪 那既然五门是这么尊贵庄严的地方 他又怎么跟斩首扯上关系了呢 其实啊 这是因为明朝有一种残酷的刑法 叫庭杖 是在五门进行的 什么叫庭杖 就是在朝廷行杖打人 本来是元代一种野蛮的行为 后来却在朱元璋的子孙当中 发扬光大 如果大臣触弄了皇上 就会以逆临之罪 压到五门外痛打一顿 遭受过庭杖的大臣 最有名的应该是杨慎了吧 他在多次庭杖和多重打击之后 写下了千古名句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历史上只有大明有这种刑法 根据统计 明朝受过庭杖的就有五百多人 打死的有近五十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说明五门是残酷的刑场 也不过分 但是五门只有庭杖和斩首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民间之所以有这种说法 除了庭杖制度之外 大约是因为五门的威严气场 以及庞大的凹字形广场 透出的压抑感吧 那么真正的斩首是在哪里呢 明朝的刑场设在西市 也就是现在的西四冈瓦市附近 而清朝是在菜市口